这个扬起微笑的男人 竟然是冷血杀手 他礼貌地请求老人下车 老人虽然一头雾水 但看着对方友善的模样 还是下车了 冷血杀手的装备很特别 只需要一瓶氧气管 和一根高压气管 就算双手被靠住上警局 也能从背后将警察拨手勒住 利用自身重力将人撂倒 面上挂着招牌微笑 下手却毫不留情 再将头往旁边一扭 警察渐渐不挣扎了 地上不满划痕 淡定的洗净手上血迹 来到一间杂货铺 老板叙叙叨叨的模样 引起他的不适 在聊了几句后 老板察觉到有一丝异样 皇上自己要打烊了 大白丁打烊 他讨厌没有原则随性的人 他不知道的是 这次赌局的赌注是自己的生命 七哥可没那么多耐心 等他纠结 他猜中了 七哥劝他收藏好这枚信用硬币 不然以他的性子 老板早就脑袋扑洞了 而命运之神 替他选中的是另一个男人 他正在打猎 可惜射偏惊扰到羚羊群 落下的蛋壳被男人顺手塞进口袋 牛仔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顺着血迹找去 却发现另一条更鲜艳的 原来是一只手上的黑狗 而这里 是黑帮火拼后的现场 周围寂静了可怕 打开车门 发现一个中枪的男人 男人向他逃水喝 牛仔没理他 而是收走他的枪支 后备箱里堆满了面粉 看来是有人反水拿钱跑了 牛仔走在广袤无垠的荒漠上 烈日炎炎 那人一定会找一片阴凉的地方躲避 果不其然 他在一棵树下面 发现了男人的身影 小心使得万年船 掏出手表届时 等了半个钟 走过去才发现 男人早已凉透 顺走对方的枪 拉开旁边的箱子 里面满满当当是煤潮 这下可以退休了 半夜 牛仔迟迟没有入睡 良心不安的他决定带一桶水去救人 回到这里 却发现车窗已经破了 拉开车门 男人已经被杀死 看来人还在附近 牛仔谨慎地躲在车旁 是远处山坡上的黑帮干的 他们发现了牛仔 牛仔仓皇逃窜 两条腿抵不过四个轮胎 最终还是被枪打到肩膀 或落下山坡 为了活命 牛仔一头扎进河里 对方的猎犬穷追不舍 掏出随身携带了枪 他活了下来 用骑压枪绷掉门锁 男人两千紧密掉床上 豪杀汤子 后退用脚把门关上 施杀性打了下墙 卫生镜里的人还没反应过 直接被手上筛走 从镜子里看到角落的时候 男人举起双手 害怕地求饶 男人只是拉上帘子 再开枪射杀 就在昨晚 七哥跟组织的人才赶到 只找到牛仔留下的车 钱不见了 追踪器也没反应 任务失败的七哥很生气 杀人如麻 大概都是这样吧 根据车辆信息 七哥找到牛仔住所 用气压管对准钥匙孔 一下子崩开门锁 七哥站在门口谨慎地查看 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手中的账单显示 牛仔才离开不久 来到附近的局委会 向大妈询问牛仔的信息 没想到大妈不愿意透露 连续逼问了三次 大妈依旧不松口 有意思 他欣赏有原则的人 牛仔把一半的钱给妻子 让他去其他州的朋友那儿 避避风头 自己就单独留下主旅馆 将剩下的钱藏进通风管道 老蒙深算的他找到老板娘 在自己房间对面开多一间房 他知道对面一定会派人追上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跟踪器有反应了 越靠近旅馆 滴滴滴的声音就越频繁 最终停在了一间房面前 七哥也开了一间房间 脱掉笨重的鞋 掏出自制的消音散弹枪 拿着氧气罐和枪就来到门前 解决掉屋内所有人后搜寻一番 只找到通风管道里的滑横 牛仔又带着钱箱转移地方了 他很疑惑 对方怎么会追得这么紧 果然在一跌钞票中 找到追踪器 门外似乎有异样 牛仔警觉地端着墙 把灯关掉 透过光亮 看到有人停在门口 对方把灯也关掉 看来是遇到对手了 门锁突然被崩掉 对着门口一旦 将钱箱扔下去 再趴下去使动弹 来不及查看伤口 跑向对面的车 刚上车 还没跟大叔说几句话 大叔就被一枪传跑 对方枪法很准 牛仔只能低着头开车 前窗玻璃不停地中弹 这辆车不安全了 随意将车停下 跑向对面马路的车蹲下 七哥过来却发现 车里没人 地上有血迹 牛仔起身开枪 七哥躲避 拿着枪追上去 刚才对方也中弹了 不知所踪 一面走来了几个男孩 他们被牛仔的模样吓到了 用500块买下男孩的外套 把钱箱扔到一处草丛 用外套遮盖身上血迹 夺过警察 从时间上醒来 遇到街边黑人乐队 看到牛仔的伤势都沉默了 他快撑不住了 拿钱请他们帮忙送他去医院 男人正准备炸车 他警觉地环顾四周 打开酱油孔 用油浸湿布料 再捞出贴上一张纸 把布放进去 用打火机点燃 从容地走进药店 群众都被吸引注意力 这样他就能随意拿走所需药品 铺上一张塑料 费力地脱下鞋子 鞋太多 粘住裤子需要剪开 将伤口清洗干净 调配药品消毒 给自己注射麻醉 再用镊子取出蛋片 注射消炎药 跟他交锋的牛仔也深受重伤 此时正躺在医院 一个叫阿威的男人找上来 他跟七哥同一个老板 因为七哥迟迟没回去 他也被派出去找钱 不过他似乎掌握了更多讯息 包括牛仔老婆 现在在哪都知道 牛仔暂时拒绝了阿威合作的请求 没关系 他顺着牛仔走过的路 找到了在路边的钱箱 却并不着急拿走 回旅馆时 七哥也来了 知道他是个狠人 阿威用钱箱位置跟他做交易 甚至慵恿他拿着钱远走高飞 而七哥最讨厌没原则的人 电话铃声响了 他也该上路了 是牛仔打来的 这是两人第一次对话 七哥开门进山 只要牛仔把钱拿来 他就可以放过他老婆 可牛仔不接受恐吓 愤怒地将电话挂断 受气的七哥直接提枪找上老板 这个任务说好是我来完成 你怎么换了规矩 另一别 牛仔出院后 直奔草丛拿回钱箱 打电话给妻子 让他去机场会合 知道丈夫有危险 妻子打电话给警长求助 谁知丈母娘无意间 将牛仔行踪 透露给黑帮 警长开车赶到的时候 远远直见黑帮的人 匆忙去这离去 警长过去查看 却只见牛仔倒在地上 一命呜呼了 警长很快封锁了这里 警长从其他警官那里了解到 这个七哥有多么残忍冷血 虽然知道很危险 但警长还是再次过来查看 门往左变成一个窟窿 有人来了 警官知道 里面可能有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警长还是硬着头皮 咽了咽口水 拔出被枪 推开门 屋内一偏漆黑 开灯寻找一番后 外星屋内没有那个大魔头 只是通风口铁丝被拆了 地上还有一枚人头向上的硬币 七哥找到牛仔妻子 七子直接表明他没钱了 可七哥不在意 他是来履行自己的承诺的 直到对方不信 看着他眼泛泪欢的模样 七哥抛了一个硬币 这是他能做的最大努力 只要他猜中是哪一面 他就能活下去 可七子不愿意 反复强调 这只是个硬币 决定权还是在你 多说无益 完事走出房子 七哥谨慎地过红绿灯 用后视镜取人安全 下一步 却被闯红灯的家伙 捉弯车 头部血流地下来 两个小男孩刚好路过 看到他连骨头都被撞出来了 其中一个将自己的衬衫 托给他 七哥执意付钱给男孩 然后一拳一拐 独自离去 电影《老无所依》 牛仔被物质蒙蔽双眼 变得毫无底线 将他人治愈危险 最终还是赔上自己性命 七哥从枪林弹雨中 传过来遵守规则 却依旧被别人撞成骨折 因此规则不可依靠 世界不可依靠 最终都无所依靠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